现在对于一些老国角来说退役之后从事教练,这似乎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,然而在前国角庄业看来他退役之后,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。 经过多年大厅商议,已经成为身价过亿的地产大亨,国足当红国角27岁就宣布退役,如今已成身价过亿的地产大亨,庄业的96国也是核心球员具备在场上改变战局的能力。 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球员27岁就宣布退役,其退役原因现在球迷肯定想不到,庄业退役不是因为伤病也不是因为状态下滑,而是要全身心打理自己越做越大的生意。 庄业这些年打拼换来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,除了有地产实业之外,还有一所两本大学,另外庄业在他投资上的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。 值得一提到家产玩怪的庄业是非常有情有义的人,曾经资助过一吃货不能自理的吃乐腾,现在的庄业还有一家中一球队,在中一联赛庄业偶尔还能上场过过球饮,值得一提的是庄业还在一场中一联赛中打进一个点球,这让很多球迷都看到了新日国足快马的风采,期待未来庄业能有更多精彩表现带给球迷。